大家好,爱吃一带小猫军一号的家见面了 金与宾、李光珠、独静秀、金鸡帮等四位圈内好友最近合体拍摄 罗应CPD新奏役《众斗得斗》 展现了报销又温馨的兄弟情 《众递受难记》也让观众们看得是津津有味 内人惊喜的是除了将在今晚的播出中惊喜登场的嘉宾车态炫之外 近日赵云成也传出出演的消息将加入弟弟们烟炮菜的行列 《众斗得斗》的企划概念主要是关于面对突然出现的土地 演艺界至亲四人辛苦农活真人秀综艺节目 将包含农耕和收获的内容 以愉快的纪录片形式讲述好朋友 一起开垦小田时发生的有趣故事 10月17日晚间播出的《众斗得斗》第六期中 车态炫将作为特别嘉宾惊喜突击 顶着几窝头的他感觉比其他人更像是当地农民 大家向车态炫透露了野心勃勃的花田计划 看着广大田地的车态炫去访问 这企划是打算做一年吗 他一直诱惑李光珠偷懒 我们今天去饭粥吧 结果被李光珠正式拒绝 哥 这节目不是那么做的 没想到继车态炫之后 赵云成也要来做客了 我们说从美国回来 紧急和这几个地们合流了 之前就有韩媒爆料 赵云成也将出演《众斗得斗》 提问官方也证实了该消息 据悉成员们吻了烟炮菜 在13日进行了追加拍摄 而好大哥赵云成就助了一臂之力 李光珠在《众斗得斗》的发布会上 曾爆料 初样偶然成为社长二时 有点喘不过气来 因为都得看哥哥们的眼色 后来在偶然成为社长三的发布会上 赵云成开玩笑回应 喘不过气来 我应该再累紧一点 这有点可惜 最近打算拿起鞭子 赵云成收日还现实动态 转发李光珠这段采访影片 赵云成参与录制的消息一公开 也让网友纷纷表示 李光珠出大事了 云应应该很有意思吧 赵云成和杜金秀一起聊天 应该会很神奇 完全体聚在一起了 嘿嘿嘿 因为赵云成被提过很多次 所以即使不出来 也有在一起的感觉 很好奇和金玉宾的默契 反正燕心奇是追加拍摄 应该很有意思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加入也会很自然 张开双臂欢迎 很好奇成员们和哥哥 在一起的时候等等 赵云成 宋仲基 李光珠 金玉宾 林周焕 杜金秀 车泰炫 裴胜佑 经济帮 都是韩国演艺圈 著名的至亲团 成员们不但私下 常常相约聚会 甚至还会一起旅行等 这次其中四人 被罗皮迪抓去重地 团体里的哥哥们 车泰炫 与赵云成 也是相继作为嘉宾登场 真的很好奇 他们会激发 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另外 车泰炫 赵云成主持的 石敬秀综艺 偶然成为社长三 也在热播中 两人员赴美国 进一家亚洲超市 并找来林周焕 尹金浩 朴炳 朴炳恩 担任员工 韩啸周 朴金陵 朴宝英 也陆续作为嘉宾登场 身高1米86的赵云成 拥有着超越模特的身材 就连腿长都要比普通人 高出15厘米 不仅如此 他五官深邃立体 鼻梁坚挺 活生生的 就像是漫画中 走出来的人 一出场就是一场 替台秀 令人赏心悦目 1981年 赵云成出生于 首尔前互动的 一个普通人家 北上广 有郊区 首尔周边 也存在着不少的 贫困家庭 赵云成家 就是其中一户 都知道 韩国是一个 资本横行 财阀之上的国家 那些首尔周边的 贫困家庭 就像是寄生虫一样 啃食着整个 繁华诱人的大兵 进入危机的时候 父亲的家庭 惨造变故 从此一家四口 相依为命 即在潮湿的地下市里 赵云成和弟弟 从小就生活在 吃不饱 穿不暖的条件之下 被周围的人 嘲笑吐包子 好在他人穷 治不穷 由于父亲特别注重 孩子们的精神 和身体素质的培养 思想充实富裕的赵云成 曾达到过 跆拳道黑带 四段的优秀成绩 但是最终 因为身体带伤的缘故 放下了跆拳道教练的机会 长大后的赵云成 身材健硕 欲数临风 在建制模特期间 很快被经纪公司看中 随后 以演员的身份 正式出道 那时他才19岁 所有人都说 他出道极巅峰 可只有赵云成 自己知道 他当时的心酸苦楚 刚刚出道的他 只演了几部校园剧 比如搞怪高校生 和男生女生向前走 虽然掀起了一小点 波浪尝到了甜头 但并不是很吃香 还藏造前辈的嫉妒 嫌弃 处处忙碌的小演员 处处都要看人 眼色行事 并且工资遭人剥削 到手的 有些前辈 嫉妒他的长相 竟以一些小事 处处刁难 对他冷言吏色 质疑他的实力 作为打工人 已经很辛苦了 但是家庭 却也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巨变 那天 像往常一样 工作的父亲 居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家里一下子 丧失了经济来源 顶梁柱 也在此刻倒了下去 可怜了 正在上大学的弟弟 赵云成 作为长子 自然而然 第一个站出来 他坚定地说了一句 以后我来养家 随后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 压力如山一般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但是却又催促着他 不断地努力进步 好在 幸运之神 垂青眷顾 03年的他的一部 嫁入爱有天意 哄遍亚洲 这部剧让女主角孙一珍 顺利成为 韩国师大女神之一 赵云成 扯了国民男神 那幕雨戏 更是成为了 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永远记得 男孩跟女孩 披上外衣 躲雨 两个彼此暗恋的少年 缓穿着纯洁干净的心动 相互依偎 在雨中浪漫奔跑 将尘埃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人惊觉 这才是青春的最美诠释 然而 这还不是他的巅峰 赵云成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一部巴厘岛的日子 将赵云成的地位 从新人拉到了前辈 收视率只达40%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他的演技可圈可点 剧中的他可爱憨厚 虽然外表调皮花心 但是内心特别的纯真 深情 他的落泪 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 饱含了痛苦 深情和眷恋 彼时 23岁的他 成为了最年轻的白想师弟 与他人来看了 遥不可及的距离 令人望尘莫及 此后 他的名气一路飙升 接收到的邀约 也是数不胜数 赵云成 非但没有沉溺于 偶像剧带来的甜头 而是拖宽些路 尝试演绎各种不同的角色 最令人耳眯心的 还要属06年的 黑帮电影 《卑劣的街头》 这是一部 充满利益欲望的电影 人心的善良 却又裹挟着 卑鄙的背叛 真实展现了人的双面性 经典至极 也是这部剧 成就了张云成 真实 敬业 谦卑的口碑 他以图微信的表演 获得了影帝大满贯 包含青龙 百想和大钟 观众基础 空前强大 谁都愿意为这位 演技精湛 模样俊俏的男人买单 本时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电影双花店 已经上映 就将这位影帝 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因为该同性题材 敏感现实 包含了大量暴露的镜头 有备伦理 不叫当时社会 大多数人所接受 所有舆论的叫嚣 但是这部影片的票房 却是空前的高涨 他精湛自然的演技 将人无话可说 可以说赵云成 开创了韩国电影界的 另一个时代 他骨子里的傲气和坚持 将他推向了一个新高地 但是此时27岁的赵云成 已经到了服兵役的年纪 在韩国 兵役就是一个魔咒 五年的时间 可以改变很多 许多当火男星 在兵役过后 就成了五斗五不折的冷馒头 但是他却是 打破该魔咒的第一人 服兵役归来后 他多了份成熟稳重 可事业却大大不如曾经 之前进入全博心血 投资的全法 电影 却因为资金的问题不得善重 是赵云成 白白浪费了 空出来的两年档期 那一阵子是他的低谷 身边的粉丝也在慢慢减少 支持声更是不敌从前 甚至很多人 对他的演技产生了怀疑 但是之后 他表现强劲 一步 那年冬天风在吹 将他送上了又一巅峰 这部剧中 赵云成和宋慧桥的虐恋 令大家痛哭流涕 情甘深重的两人 却又彼此折磨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后来他又和女生 红孝珍上演没关系 是爱情啊 剧情我也没感人 从韩国火遍整个亚洲 赵云成男主的气质形象 将观众迷得七魂八素 又转到了一个 百想世界的提名 在充满欲望的漩涡中 挣扎坚守 让观众感叹 那个赵云成 终于回来了